九叔和九嬸非常高興,三番四次多謝蝦球,九嬸回來覆去看他那塊抽沙桌布,九叔用手指敲一聲敲彩碟,一邊敲一邊讚, 阿蝦豆好薄的錢,手緊時,還可以拿去當譜回幾元打指認一下 阿蝦咪收到半邊的火腿,看了蝦球一眼就問,還有半邊給了誰? 蝦球老老實實說,給了我媽媽,阿蝦便笑,你這個兒子真孝順 下球錯了一陣,見到沒有機會跟阿體講幾句私房話的, 他就上岸走,走了半個馬路,阿體就追上來了, 下球,沒有其他東西了,下球就說,有很多東西, 有幾個開餐館用的大冰箱,要請三個大力士銷托才行, 下體沒有出聲,下球本來想請他吃點東西, 只要他沒有錢,半天都不敢開口,阿體站著問, 什麼事啊?下球一吐話就說不出來, 他一眼就看見阿體戴著那對假的杜金耳環, 他就說,金耳環,金耳環,我過幾天送來給你, 阿體向他眨眨眼,走前一步,在蝦頭的手臂上輕輕撕了一下, 今晚吃完晚飯,我自己一個人看艇,你來找我, 下球,整個ㄏㄧㄧㄥ只站著, 望著阿體趕回到ーナ艇, 下球翻到紅公館, 一入到客廳, 見到鱷魚頭一個人坐著續棋, 一個人續象棋, 奇怪,我未見過的, 他就走過去看, 旗盤上什麼紙都沒有,只剩下兩隻小桌子,一隻小桌子守著河的左邊,一隻守著右邊, 鱷魚頭用右手的食指,把右邊的小桌子橫行到左邊,用左手食指,把左邊的小桌子橫行到右邊,連續走了幾次, 然後就把兩隻小桌子在兩邊走到中間,中間碰頭了,又反過來走到兩邊,又試來回幾次,又把兩隻小桌子放在一邊,一起從左走到右,從右走到左,哈哈,隨便看了十幾分鐘,實在不忍得了, 喂,喂,洪先生,哎,你捉了什麼棋來的,這麼捉? 哦,小桌子還沒過河,又可以橫行的,那兩隻小桌子一齊拍著來走都可以的? 鱷魚頭自己一個人在捉這盤棋呢,已經捉了整個小時的了, 被蝦球一問,才如夢初醒跟鱷高的頭,對蝦球說,蝦球你過來過來, 這盤棋對你好大關係的,你是不是喜歡玻璃褲帶? 只要你懂得我這盤棋,你要五百打,千打也有啊! 蝦球抱著極大的好奇心,走過去聽鱷魚頭的教導,鱷魚頭就解釋了,那這邊是貨倉,這邊是海,有兩個兵桌就守著貨倉,這兩個兵桌呢,有三種巡查的方法, 就好像剛才的旗盤上面那樣走的,一個呢,是兩個人對著走,走到中間呢,就調轉頭走開來, 一個呢,是兩個人對著走,一直由頭走到尾,然後才翻轉頭,一種呢,是兩個人一拍來走,一邊走,一邊聊天,一邊巡查, 啊!他們巡迷那些呢,走慣了,好像機器一樣,一分鐘呢,大概走六十八步, 鱷魚頭呢,已經查清倉庫由東到西,有幾多步的距離的, 現在,他最主要是想出些什麼機仔,能夠避開這兩個巡迷的兵桌, 將些貨物在貨倉運到海邊接應的艇上, 他就出了一個難題來問一下蝦球,你看一下,用什麼辦法能夠叫那兩個兵出, 在走到東西兩邊的時候,多停幾分鐘才轉回頭呢? 蝦球人想起,是灣仔那些喝醉酒的水兵那樣,他就衝口而出,說, 用什麼呢?你叫人弄兩瓶酒給他們喝, 騙他們聊天,指手滑腳,五分鐘就過去了, 鱷魚頭看了蝦球一眼, 哈哈!想不到你們的年輕人有幾道散手, 等下我跟那些大帝商量,看行不行? 蝦球人問,那誰去接應? 我派一個人帶你們一起去接應,另外找人在海上面接應你們。 蝦球人,我怎麼能賣在岸邊那裏? 有辦法的,我們在艇上面,就是一個特製平面竹牌, 竹牌下面就扎十二個空心蜂蜜的火水油管, 你呢,就穿著浮水衣,在水下面, 將竹牌一路推,推到岸邊,等候接火, 哈哈!蝦球人說,哇!這樣很危險的, 還沒有突然辦法, 鱷魚頭當然有,辦法多, 不過這次就算了,這次就用這個辦法, 哈哈!蝦球人說,沒有出聲, 吃完飯了, 鱷魚頭打電話叫了一部的士來出街, 紅師奶呢, 不閒得太, 叫了一些工人陪她打牌, 她發了三十元給蝦球做賭本, 十二圈一直打到煮飯的時候, 蝦球一贏就贏了十幾個人錢, 那時候馬尊員來坐, 蝦球醒水了, 馬尊員來坐, 我就實在沒有東西做了, 好,趁機出街, 蝦球走到碼頭那裡, 天已經黑齊了, 看不見阿體, 阿九嬸說阿體已經跟阿九叔阿蟹王七出街買東西了, 蝦球坐都不坐, 馬尊駛出來想撞到他們, 路過一間金舖, 他看好一對金耳環, 那個伙計開價二十九個人錢, 下球就買了下來, 放在袋裡, 怕死掉了, 用手出來捏著, 他走到榮樹頭, 看見那個賭檔還在那裡, 看見那個賭檔還在那裡, 他在賭客的旁邊站了一陣, 又是手癢癢, 他忍住就掩了五元出來, 放在小那裡, 這次他贏了, 在市場的法規, 就說, 他幾個房子也有一個賭檔! 他這一陣子也有一個賭檔, 他從來看見那個賭檔, 對他拍到他的肩膀, 是帝學家人員大利, 他就再去看看, 看見那個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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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還那樣喝一獨, 看見那些賭檔, 他就叫到賭檔盧, 他們還那樣賭檔, 誰知都找不到,他又回到榕柱頭找狗叔, 狗叔,他們去了哪邊?狗叔指他去上海街那邊找, 下球急急腳又滴血,果然被他看到, 太王七這個高人整個頭的身材遠遠被他見到了, 下球想撲過去大聲喊他, 哎呀,他整個站在那裡幾乎暈倒, 原來蟹王七拉著阿體的手, 兩個人小聲說,大聲笑, 你挨我笨,不知道多親熱, 下球兩手冰冷額角出汗, 眼看著自己喜歡的人和另一個男人手拉著手, 看著打情麻草, 哎呀,他自己只能夠跟著後面來看實, 下球感到十分痛苦, 他跟著他們走過了長長那條上海街, 已經到了深水埗, 看著蟹王七兩個人就進了白宮酒店, 一直進到四零一號房, 下球心都緊了, 想哭就沒有眼淚, 想大聲喊出來喉嚨就有東西塞住, 突然間,他聽見阿體清脆的笑聲, 他被這個笑聲刺激到沒有辦法忍受, 他好像發狂地撲上去, 出力地敲他們房門, 門打開了, 阿體站在他面前, 露著驚訝的神色, 兩個人對著很久都說不出聲, 蟹王七就過來問, 哈球, 什麼事啊? 哈球都不知道怎麼說好, 他出力拿著拳頭, 哎呀, 覺得右手好痛, 原來將那雙耳環已經捏到扁了, 他記起那雙耳環, 一吶就吶出來, 啪在地上, 大聲對著阿體國, 你, 你這雙耳環我現在拿來給你了, 講完就衝下樓, 拖著疲倦無力的身體回去了, 阿喜幫他開門, 他連麻煩都沒有說聲, 咬住牙筋就摸上床, 踏下, 他想到, 自己還沒出生, 就被爸爸拋棄了, 六歲, 那個大哥又出門了, 正下來被他的, 只有苦命的媽媽打鬧, 現在, 剛剛在一個年輕的女人的懷抱裡面, 得到幾天的溫暖, 偏偏又是假的, 唉, 一個人, 得不到半點安慰, 長年捱我, 受罪捱打, 那又為了什麼呢? 他瀑在枕頭上, 小小聲哭起上來, 一個星期以後, 在一個無月光的夜晚, 蝦球奉命和蟹王七, 放竹牌到貨倉碼頭邊那裏折貨, 這兩火結國, 有心事, 大家都不開聲, 後來, 裝好貨了, 正是脫險了重要關頭, 蟹王七全身浸在海水裡, 只是擋頭出來, 提心吊膽, 他怕那些守衛開槍打中他, 他在蝦球的耳朵邊小聲說, 兄弟, 現在如果槍聲一響, 你我一定會被打死的, 我們不要到地獄還結下冤仇, 你聽我一句話, 不要生我, 蝦球只顧著游泳, 不願意回答他, 蝦王七又說, 我以前因為吃醋, 曾經殺過人, 現在我還很後悔, 兄弟, 我知道, 你都敢殺人, 我不怕你殺我, 我只是求你不要生我, 唉, 我, 你和阿體, 都是苦命的窮人, 到底誰欺負誰呢? 今晚, 我們為什麼會浸在這道水裡? 還不是因為窮? 唉, 你千萬不要恨我, 好了, 我以後再不找阿體就是了, 蝦球聽見蟹王七這一番, 這麼誠狠的說話, 十分感動, 他想, 是啊, 我們大家都是苦命的窮人, 不論在人間, 或者在地獄, 都不應該為女人結下冤仇, 阿體既然不喜歡我, 我又何必死纏於人呢? 他心裏面已經寬恕了蟹王七, 但是他不說出口來, 蟹王七就心急了, 他就發誓了, 我, 我對海龍王發誓, 我如果再找一下看, 蝦球又打斷他的說話, 別吵了, 別吵了, 我, 我, 我還小過看四五歲, 我現在才知道, 他是拿我來開心, 不是真的跟我好的, 我做了事傻瓜了以後, 別提這件事了, 你看, 我們的艇仔過來, 過來, 一隻艇仔橫過來, 遮住他們, 他們的竹牌就貼著艇仔一起, 搖出海深了, 同一個時候, 大話沒有聽證, 就要迷人的音樂, 最紅和淡綠色的燈光閃下閃下, 照著每一個舞客舞女的身上和面上, 舞池裏面的人都好像喝醉酒那樣, 面上熱到發滾, 馬尊元和洪少奶呢, 又迫在一堆人裏面跳舞, 他見到這麼多人, 就跳到舞池中央去著跳細圈, 馬尊元跳舞, 就跳得淋淋淋淋, 整天碰到人, 他說, 啊, 我怎麼今晚硬碰到那個家伙呢, 好像跟他有緣分那樣, 洪少奶又問, 誰啊? 天下貿易公司的總經理, 洪少奶看見他一眼, 哦, 這個人跳得不錯, 他姓什麼呢? 姓魏, 等下我介紹你認識他, 一支樂曲完了, 馬尊元就跟在洪少奶背後, 請少奶坐下來, 然後他就橫過舞池去到對面, 請魏經理過來坐, 紅少奶呢, 微微笑請魏經理坐下來, 馬尊元就說, 紅太太稱讚國下武術好東西, 我見笑見笑, 請兩位指教, 馬尊元就問, 近來生意好不好? 多少有一點點, 只不過, 是, 同行如敵國, 競爭得很厲害, 船上和貨倉的損失又大, 香港真是個餓狗搶食的世界, 亂租租, 是呀, 做生意真是難呀, 那時候呢, 楊琴鬼呢, 又打響他們的樂器, 馬尊元一聽到,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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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的節奏呢, 哎呀, 他這個肥佬最怕叫Quick Wars的, 他樂得做個順水人情, 他對魏經理說, 不要客氣, 請你和紅太太跳一隻, 魏經理就站起來, 向紅少奶微微一曲弓, 請指甲, 兩個人就走到武池旁邊站定, 魏經理是老爵來的, 他聽了兩秒鐘音樂而已, 就帶著紅少奶奶跳出去, 一邊跳一邊說, 紅太太, 你跳得真是好, 你過獎而已, 你帶得好是真的, 魏經理就問, 府上住在哪裏? 我在尖沙咀, 是的魏經理, 補號有什麼新到的貨? 今天到了第一批玻璃褲帶, 明天上午才能提課, 他們還想說下去, 一支樂曲又完了, 今晚是星期六的夜晚, 舞場特別熱鬧, 紅少奶奶和馬專員, 和魏經理了她的女朋友方小姐, 一直玩到半夜一點鐘, 才坐最後一班天星輪, 過海回來, 鱷魚頭呢, 在家裏等著蝦球的電話, 紅少奶奶呢, 因為太興奮了, 亦都睡不著, 所以她就陪伴鱷魚頭一起在那裏等電話, 鱷魚頭就問了, 今天的成績怎麼樣? 什麼成績呀? 我問你, 今天又認識什麼大官貴人呀? 大官又沒有什麼, 不過認識為天下貿易公司的總經理, 他說, 運到一批玻璃褲帶, 明天上午就拿火, 鱷魚頭一聽到這裏, 就精神振作, 咦? 他姓什麼的? 姓魏的, 這個人第一次認識, 就約我明天去跳茶舞了, 鱷魚頭, 這個正式閃電商人, 你有沒有答應的? 我沒有答應, 不過馬專員答應咯, 鱷魚頭火滾, 喜好似你, 馬專員可以替你作主嗎? 那就由他自己和魏經理去跳吧。 洪小娜很會轉風洗陀, 看到這樣, 便笑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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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由他們兩個男人去跳茶舞吧。 鱷魚頭又問, 你還談了什麼新聞? 新聞又沒有, 不過我經理很會講話的, 他說, 香港是個餓狗搶食的世界, 鱷魚頭咔嚓聲笑, 哈哈, 他都未講得透徹, 照我說, 這是個人頭狗狗頭人搶食的世界。 紅小娜說, 你講什麼, 我不知道, 你講什麼, 你當然不知道, 這些女人只會打扮, 會花錢, 誰會想什麼的? 對了, 最好是你了。 鱷魚頭就說, 在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看起來好像一個人, 其實是隻狗, 有些人看起來好像隻狗, 原來還有很多人性。 噢, 那你是什麼? 你是神仙嗎? 是老虎嗎? 還是狗? 鱷魚頭說, 我又不是人, 又不是狗, 我是一條鱷魚, 人人背後叫我做鱷魚頭, 沒有錯的了。 紅小娜笑起來, 哈哈, 哎呀, 真的, 有點錯狀元, 又沒有改錯花的名字。 鱷魚頭就說, 哼, 我們這些鱷魚是動物之中, 最不會喝醋的。 紅小娜聽了, 心跳了一下, 她知道這句話的根兩, 她想一想, 好了, 我聽到你這句話, 不知有多大的醋味, 算了, 算了, 我以後再不去跳茶舞, 什麼都是你叫我, 講完她進房, 以後它就叫你大加坡傾瓶回家, 然後你之前聽到她動物之中, 應該要往前作咖啡電請, 哪有的話呢, 就拿來小娜, 就拿來用開坡傾瓶回去, 就拿來擁有說話, 你剛剛請準備一次,